大家好 炸油条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是直接把油条下锅炸 难怪做出来不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炸油条非常好吃的方法 蓬松酥脆 个个都是空心 往盆中加入500克的油条面粉已经调配好了 这样做油条就非常的简单 然后往里面再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250毫升的凉水边加边搅拌 夏天用凉水冬天就用温水 搅拌成面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收上磨点使用油防粘 给它揉成这样偏软切光滑的面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醒30分钟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焦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熄好之后拉一下 然后再用擀面杖擀一下 擀成长方形 然后再切成长条 然后再从中间切开 两条两条的落在一起 然后用筷子压一下 防止炸的时候分开 锅里加适量的食用油 这时候切记不要直接把油条下锅炸 要把油温烧到180度 也就是六成左右 把油条两头捏一下 然后轻轻的拉一下 然后再放入锅里 这样炸出来的油条才会蓬松酥脆 油温太低的话 炸出来的油条不酥脆 难看又难吃 炸的时候只要用筷子多翻动一下 让油条受着均匀 炸至金黄熟度之后捞出控油 看一下用这个方法炸出来的油条非常的蓬松酥脆 做法也很简单 真的是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